变成了一个讲广东话的地区 可是早期的假帝丹来的都是讲客家话的 为什么后来整个基隆坡现在就准备讲成广东话呢 因为接下来这一批假帝丹的接班人 就是从 另外一个地区过来的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宜保的那一带 甘文町太平那一带的矿工 移民过来的 他们陈旧连来到这里过后 他继续从事采矿的生意 同一个时期他也开了铁厂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 那一带就有很多铁厂的工业区 就从陈旧连那个时代开始 所以他被尊称为基隆坡的华人铁厂之父 陈勇他其实是比陆佑年轻一辈的有钱人 他有钱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旧的皇宫其实是他的家来的 对 他建给他自己的家了 他在二战之前他建了给他自己住 可是没想到建好过后二战就来了 然后日本人就占据了他家 然后他二战过后呢 他就觉得 这个 这个家好像不太吉利 我建好了 就我们全家都逃难 后来选了政府就跟他租借 后来也买下来其实 变成了后来的皇宫 还有张玉才 张玉才是一个慈善老人 你们知道Demise吗 Demise 那个矿湖 大家坐在船上的时候没有想到 去Demise玩啊 坐那个矿湖 那个船 其实下面是一个矿湖 它曾经是世界上最深也最大的 矽矿厂 就是陈勇跟张玉才他们一起合办的这个红发西框厂 Demise 这一区呢 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 因为在1987年的时候呢 政府大力发展这个地区 我们现在知道的Demise 湖啊 附近 这一个地区呢 其实有15条以华人命名的街道 一夜之间全部不见了 就在1987年因为他重新的命名 他命名成为什么呢 一点想象力都没有的 Jalantiti 王沙 12345678 整片完全15条不见了 它消失的并不仅仅在地图上 它也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面 我们现在很多人讲到基隆坡的时候 可能还会谈一下 赤场街 但是半三八 但是大家可能听过联罗堂吗 没有听过 何清源呢 还有吧 去买一下东西 但是 为什么大家要 可能这个city叫何清源呢 然后三间庄到底在哪里啊 这些存在在 上一辈的记忆里面的这些地方呢 其实已经 慢慢的 消失不见了 以前的基隆坡 下面就是电屋 然后全家人就住在楼上 现在的基隆坡 如果你们晚上进去 尤其是基隆坡的市中心 我们现在讲的这些 赤场街那一带 你们进去看 都是空空的 不是空空 就是很冷清的 晚上的时候 就已经是没有人居住的这个气息 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讲 街名 其实是把 过去的历史 带到 现在 当你们一打开那个GPS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 Turn left to Jalan XYZ Turn right to Jalan XYZ 当我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们其实 这些路民对我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 我会记得 来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些屋子 我要转左 来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些屋子 我要转右 这样的情况 可是随着GPS的出现 然后我们随着我们现在的 你要订餐啊 你要什么啊 你要上网找啊 这些地点啊 都是 会把这些路民重复的又重复的 在人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 重复的提醒 然后当我们把这些路民的原本的这些 背后的这些人物 这些故事在找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再一次地学习了 这些历史 尤其是这些人物 曾经在基隆坡这块土地上 留下他们的足迹 这就是早期的 讲的赤场街 现在你看到的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认为呢 一个 一个 城市的记忆呢 需要大家一起来拼凑 我自己呢 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 都找了很多老人家来 访谈 访问 所以你们在这里呢 现场呢 有你们家里啊 哪一个是基隆坡人啊 然后你爷爷奶奶啊 在基隆坡有什么故事啊 你们都可以联系我 这是我的电邮 好 谢谢大家 其实呢 历史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它不单只是存在课本 我们的教科书当中 而是就在我们的四周围 无论是我们走过的那一条条的街道 或者是我们经过的那一栋栋的建筑物 甚至呢是我们口里吃着的食物 还有我们嘴巴里面说着的这些语言 其实呢都提供很好的素材 让我们可以去探索 或者是去追溯 我们祖先南来 那个时候非常生动 而且是真实地存在过的历史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非常感谢 带给我们那么多好听 而且有趣的故事的陈妙恩博士 也谢谢他带给我们那么多的历史乐趣 谢谢大家